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了神妖大战 东华帝君的脑海里不由得想起夜华白浅继任天君天后的典礼上 四海八荒各族各界的神君看凤九的眼神 又想起那日灵须和凤九在九重天上的单独谈话 虽然谈话的内容东华帝君都知道了 但每每想起那日的情形 东华帝君总是觉得心中不是很痛快 虽然灵须如今被收服 但与灵须相关的 还有吃吻那小子 吃吻后面还有一个画意 再就是苍蝇神君那小子 虽然已经热人把凤九的画像送了回来 可东华帝君每每见到那画像 心中便更加不悦 不得不说 苍蝇神君对凤九用情至深 从那画像便可以看出来 东华帝君想到这些人 眉头微微一皱 只觉得头有些微微发痛 这些人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 那究竟要怎么做呢 东华帝君在陪凤九闭关的这一个月 凤九自己在一旁练习的时候 东华帝君就在暗自思量这些事 想来想起 终于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但这万全之策可少不了滚滚的帮忙 一方面是怕滚滚提前泄露给凤九 另一方面 有滚滚的加入 也是东华帝君对凤九的一番深情 因此 在凤九开口提议回青秋一段时间 东华帝君不动声色地想了一个理由 将自己和滚滚留在了太成功 又成功地没有让凤起疑 安安心心回到了青秋 因而才有了现在这一幕 白滚滚弱小的身躯 提着一个水桶 吃力地走在阳光下 而自己的父君在不远处看着 自己的娘亲此时正在青秋与寝旁好友一同作乐 白滚滚若是知道了这些 恐怕会觉得自己是天上地下最可怜的儿子了吧 方丈仙山上在吃稳发呆之际 收到了一张帖子 是青秋的米谷送来的 米谷在方丈仙山下 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法术 才引得方丈山幼龙的注意 将他带上山 赤稳见米谷高兴地招呼着 并请华姨又从取了几株神之草 交给米谷带回去 谁知米谷从怀中掏出帖子递给赤稳 赤稳接过帖子一看 原来是凤九将于两日后在青秋设演 邀请赤稳和华姨一同前去 赤稳看着帖子 犹豫了片刻 便也答应了 当然 凤九这帖子也同样送给了昆仑旭的墨渊和少婉 十里陶灵的哲言以及白家其他的神仙 自然白浅和叶华也是收到了帖子 至于连宋承玉私命这几个人 向来是得到消息后不请自来的主 但凤九身为青秋女君自然做事是有章法的 因此 九重天上 连宋承玉 私命叶青蹄包括众灵都收到了帖子 独独东华帝君没有 可虽然东华帝君没有收到帖子 但却是一定会去的 因为凤九没有给东华帝君下帖子 却是亲自写了一封书信传给了东华 据说也是因为这封书信 东华帝君这几日在太陈宫中心情大好 竟然破天荒的仔仔细细的给连宋执导起了昊天塔 很快便是两日后 青秋一早便有灵鸟往来 天色朦胧 竟还有一丝两意 凤九起了个大枣 书洗吧 先是去了厨房检查了一下 昨日让迷宫准备的食材 接着又出了狐狸洞 在不远处的玉兰树下画出一把剑 练习了一阵剑法 至于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恐怕只有东华帝君才最清楚了 白纸帝君也是一早便起了 隐隐听见剑风划过空气的声音 心中奇怪 变出了狐狸洞 果然 看见了一身紫衣的凤九 在树下练剑 白纸帝君见自己小孙女 一朝一世虽然是东华帝君的剑法 但却颇有青秋九尾狐足的风气很是满意 原先还担心自己的小孙女 因为太过爱慕东华帝君 而多了青秋九尾狐足的传统 如今看来 这便是多虑了 白纸帝君不由地为凤九拍手称赞起来 凤九听见拍手的声音 停下来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爷爷 凤九高兴地跑着过去 冲着白纸帝君撒娇 白纸帝君也是难得高兴 提出陪凤九笔画笔画剑法 凤九一听 更是高兴地跳了起来 要知道德爷爷亲自调教的机会 只有在凤九小时候 但因为小时候顽劣不堪 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 若不是自己一时贪婉 恐怕凤九的修位到现在一定有致的提升呢 凤九和白纸帝君两人的对话 欢笑声叫醒了狐狸洞中 素着的白纸和凤九的爹娘 几个人出来一问 才知道原来是白纸帝君 要亲自同凤九练剑了 白纸道 阿爹你是不知道 凤九这丫头从星光结界后的沉睡醒来之后 第一次回到青秋便要与我较量呢 今天啊 终于可以请您收拾收拾她了 凤九见白纸如此说 塞着娇回道 哎呦小叔 我哪里是要与你较量 那日只不过想请你给我知道知道吗 看着凤九如此娇态 众人也是哈哈一笑 白纸帝君更是骄傲地说 无妨 我白家儿女向来在四海八荒中都是佼佼者 你们能如此上镜 我很高兴啊 说着 白纸帝君向前走了几步 一双剑直指了脚下的一根枯树枝 那树枝便到了白纸帝君手中 随即又化成一把剑 白纸帝君上下看了看这把剑 觉得还算满意 便朝着凤九道 来吧 白纸帝君话音刚落 便拎着剑朝凤九冲去 凤九见状连忙闪到一边 输了口气 也同样提起剑与回击 清秋九尾狐一族是上古时期便有的神族 有着与其他神仙不一样的神态与仙泽 同时也有着自己本族才能修炼的术法 但关于剑法这件事 九尾狐族更是能将四海八荒各族的剑法 运用得如同出自本族一般 招式之间不仅张持有度 更有着九尾狐族特有的柔美感 这美感有时也会令敌人恍惚 但就在这恍惚间九尾狐族便能凭借瞬间的恍惚取得胜利 但即便是对方专心致志丝毫不恍惚 九尾狐族也能将这凌厉的剑术 在柔美之间将威力百分百地展现 总而言之 若是凤九与白子弟君这夜孙俩人的过招 可谓是美轮美奂 即美感与凌厉并存 在白娟白衣等人的叫好声中 清秋已是天色大亮 而一早便来到清秋的哲言上神 更是拎着桃花酿及时的叫好 正是哲言一时之间没按耐住的叫好声 才让白子弟君和凤九停了下来 白子弟君依旧是平心静气的模样与哲言打招呼 但凤九就没那么冷静了 气喘吁吁的扶着玉兰树看着哲言 就算是问好了 哲言先是同白子弟君寒暄了几句后 便将桃花酿递给白真 随后看着凤九调侃道 这才多久啊 你就已经累成这幅模样 你怕不是装的吧 想着躲避今日的酒席 凤九被哲言这么一说 自然有些不服气 道 我很早便起来练剑了 不过是爷爷看到了要给指教一下 然后时间有些长 才有些累的 平时我可不这样 说着 凤九还白了一眼哲言 哲言笑着道 既然如此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厨房准备饭菜了 我可是一早就来等着今天的美食呢 说着 哲言又看向白真道 也不知道莫渊和少婉什么时候来 哲言话音刚落 就听见少婉的声音 哲言 你别动不动就使唤小九九 小心动画一会儿过来了 凤九听见少婉的声音 连忙站直身体四处张望 只见少婉和莫渊两人一黑一红出现在胡便 凤九连忙跑过去 一把抱住少婉道 美人 我可想死你了 少婉则是装作一脸嫌弃的模样道 你差不多得了 且不说距离我回昆仑须 这还不到三日 就你这么抱着我如此激动的模样 东画看见了不得吃醋啊 凤九一听少婉又提起了东华 想着东华又不在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